小豬羅志祥的五極限 世界巡迴演唱會從台灣起跑 要挑戰三天唱四場的紀錄 這個目標小豬終於是做到了 演唱會一開場 小豬從4米5的高度往下一躍 為這場演出揭開序幕 小豬從前到中 年輕二強 小豬從前到中 小豬從前到中 演唱會一揭開序幕 演唱會一功 這場演出就像它的名稱一樣 舞極限 在超過25首的歌單中 98成都是舞曲 小豬會和演出展現 亞洲舞王的驚人體力和實力 紅海蘇天晴太冷 明明還笑 會不會倒紅 放心我是跳對手 扮動的手 讓人生氣 讓人生氣 第二天的演唱會 要來好友要把助陣 全新改編的WOW 讓歌迷眼睛一亮 再也讓蕭雅軒保怨連連 WOW You want my party I don't care about your head 再是比你水晴的WOW 給我被你發笑 我為了要練下去起來這個 剛才大家有看到我趴下去嗎 性感嗎 性感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世界這裡有多強壯嗎 而第三場的嘉賓 也給歌迷相當大的驚喜 新媒介一席若隱若現的打扮 和小豬共舞 吸睛度百分百 我沒看到 這邊沒看到是不是 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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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後一場的嘉賓 則是吸引最多的掌聲 加尖叫聲 因為好姐妹蔡依林現身 就帶來金舞門的椅子舞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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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 而身為演唱會的總監 小豬誠意十足的設計 許多創意 不僅一秒高空墜落 甚至登高與三樓的歌迷 面對面接觸 最酷的還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空中飛舞 而網路爆紅的神曲忐忑 小豬也能將它 變成電流舞搞笑演出 三天總計唱了四場 小豬成功完成挑戰 創下紀錄 慶功宴上小豬的心情依然亢奮 畢竟為了這個紀錄 他這兩個月來沒好好睡過一覺 整個人瘦了一大圈 非常的值得 因為很開心扮成這樣 你這樣可以讓我瘦了快要10公斤 真的耶 但是就是覺得 一定要讓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看到我們華人藝人 其實還是很強 正多更精彩的小豬舞極限 演唱會畫面 請鎖定娛樂百分百 其中包括開唱前蝴蝶探班被嫌棄 還有小鬼的神情喊話 威廉和傲犬掀起了 小豬和周杰倫的戰爭 甚至慶功宴上 小豬喝茫的樣子 都將會有最完整的呈現 包大採訪柱採訪報導 你剛才有最完整的呈現